魁北柯这个名字是源自于这个阴南语言吧 就是叫什么 河流收窄的地方 所以魁北柯城那地方我们都看到是最窄的地方 那么这个喇叭口呢一路往前开一路往前开 一直到大西洋边上 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去这个叫做Skathrine的这个地方看鲸鱼 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处于这个咸淡水交界啊 应该算是 那么海水和淡水交界 那么混浊之后呢 它那个浮游生物等等特别多 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呢 那那个鲸鱼呢就进入这个这个海口来这个吃东西啊 所以就有机会看到很多鲸鱼 那么如果是冬天的话是没办法 冬天的话它那个港口是风冻的 每年这个圣河伦斯河这个绕下去啊 就一路我们一边玩一边游 他们也会在这个圣河伦斯林呢 或者叫做Tatousak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平流来这个观景啊 或者游玩啊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自然风光景点啊 可以说是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走到到那个盛海前 大概还要需要一个 就是一个半小时吧 应该是啊 一个半小时 那么现在就需要就是几个事啊 一个事就是今天晚上的餐 那么今天晚上的餐呢 那么酒店跟我又说了一下 那么因为知道大家可能来自 有一些也不会很好 来自南方的湖南的或者什么地方吧 那么它会做一个 拉加炒肉 对吧 算是和饭吧也是啊 对对对就是就是看你们需不需要啊 那么小时候然后就还有明天的早餐 然后还有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的餐 那么我都需要搞定 现在要不搞不定的话呢 那我就没办法预定啊 因为跟酒店也是因为 所以说句话它那个酒店呢 可能只有我们是完全的中国客人啊 可以说是国人 基本上它那个99%就是老外 它酒店啊 所以平时他们也不太去 就是有很多跟中国相关的食物的啊 所以就他们只是 就是我们的流团会有中国客人 大部分的流团呢 都只是老外方面的啊 那么我们就需要统计这个数字 还有就是明天中午的餐也是啊 那么一样的啊 那么晚上的餐是14 对吧 明天早上早餐是12 那么明天中午那个呢 就是叫做 刚才那那个中午饭呢 那么是也是含水 含小费的 全都含的 那么含一些饮料 那么是33成人啊 小孩是17 那么应该是一个家庭啊 一个家庭可以免掉一个 12岁以下的小孩的啊 12岁以下的小孩 那么所以就看你们是 是是是怎么样 那么然后我需要做统计和 又要收钱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 哈哈哈哈 老板老板中国人对除外老板都是外国人对 哈哈哈哈哈哈对都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来这边 包括在葛瑞克这边或者加斯佩啊或者说在东西东城那边都有很多中国人买一下这些酒店来经营的啊 其实酒店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在加拿大经营地点就会是一些旅游去的基本上也都是工作半年然后十月份就就开该该干嘛干嘛就可以啊就是包括我像以前做导游也是一样的也是工作半年休息半年所以就没有什么事啊基本上每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就该回国回国待到第二年三四月份才回来然后五月份五月份再开工差不多这样子一年就只需要工作半年如果你不回国呢那么你就可以申请 政府的EI啊政府的EI啊政府的EI啊那么申请EI在加拿大呆着啊申请半年我们就叫做季节性失业啊季节性失业啊那么对加拿大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包括你看蒙特里像像老红游乐场啊那些什么高尔夫长这些原物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他们都半年在家呆着半年工作这样子那你美国的东西也可以找工作啊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啊曾经有段时间加拿大政府希望这些人出去找工作所以都不断地push他们啊就是就是就是让他们 他们出去上课啊之类怎么样子